漫年轻讯天才汉尼拔没结布里 Hannibal Meijuri 上周差点就能再次亮相一线队 在组总队与米德尔斯堡的比赛中 如果不是球队不给力 下半场意外失球 出场的恐怕不是老将马卡 而是19岁的汉尼拔 随后英超做客伯恩利 汉尼拔没在入选比赛名单 但主场对南安普顿之战 因老将马蒂奇受伤 身批46号球衣的汉尼拔首次被临时主帅 拉尔夫朗尼克列入联赛参赛名单 虽然未能出场 但也算一个里程碑式成就 而且他一直跟随一线队训练 已经被朗尼克正式列为一线队球员 不再是23岁以下青年队成员 朗尼克是一名非常欣赏年轻球员的教练 他甚至明确表示 漫年的青年组总监自己也会关注 上周的那场比赛中 漫年两位备受期待的 清训射手查理迈克尼尔和亚利杭德罗加尔纳乔都有进球 红魔4比1击败埃埃福顿晋级 这是很好的机会 朗尼克说 圣诞节前 我还计划去看青年队比赛 但因为新冠病毒的原因 没法做到 这是在老特拉福德这样的知名球场踢球的机会 他们应该把握机会 在德国也有青年杯 决赛在柏林的德国杯决赛之前踢 但球场没有梦剧场大 只是业余队的主场 汉尼巴已经是漫年轻训体系中 代表成年国家队出场最多的球员 他选择放弃加入法国队 代表父亲昔日效力的托尼斯队踢球 已经参加过去年底的阿拉伯杯和今年初的欧洲杯 前者甚至机身决赛 也算积累了更多的国际大赛经验 这将有利于他在漫年的进一步发展 朗尼克明确表示 汉尼巴在阿拉伯杯的表现征服了自己 现在 他将在漫年一线队面临更大的挑战 首先 这位花费漫年一千万欧元从罗纳哥引进的天才 必须确定自己的最佳位置 在漫年青年队 汉尼巴是全能中场 升批10号战袍的他打过前腰中场 边锋和围9号 但托尼斯足协体育总监 穆罕默德斯利姆·本奥斯曼建议 他应该专注于踢中场 并且认为他就是漫年和托尼斯的莫德里奇 莫德里奇与托尼克罗斯·卡塞尼罗在皇马的组合 被誉为典礼中场 因为获奖无数 经常参加各种颁奖典礼 汉尼巴与摩迪自然还有巨大的差距 但托尼斯国家队认为他有能力成为顶级中场 他能踢很多的位置 核心 司令塔 后腰甚至边风 但在我看来 他的最佳位置就在中场中路 本奥斯曼告诉ZFATIC说 他喜欢组织进攻 联系队友 他虽然技术出色 但身体也很好 态度非常无私 我认为他就是类似莫德里奇的中场球员 拥有非常大的潜力 在曼联 他就如同伯格巴 我希望他能打好这个位置 汉尼巴过去曾被法国清训界称为新伯格巴 但小伙子态度比现在的曼联6号好得多 在比赛中非常拼搏 经常被对手放倒 在曼联23岁以下青年队英锦赛 对阵林肯成的比赛中 汉尼巴打出经典数据 不仅完成助攻 而且全场116次出球 16次与对手完成对抗 7次成功过人 传球成功率达到87% 同时防守端还有5次铲球 3次抢断 并且4次被犯规博德任意球 今年夏季 伯格巴合同到期 很可能离开曼联 老将马塔和林加德则肯定约马尼队 目前出租的范德贝克也打算转会 塞尔维亚老将马蒂奇则再老一岁 下赛季他就34岁了 红魔肯定会引人 但不可能在一个转会窗 得到多名工厂球员 这意味着汉尼巴和扎姆斯加纳等轻讯球员 必将得到更多证明自己的机会 成为球队的轮换替补 对汉尼巴而言 还有一个利好消息 他在2019年8月11日 从摩纳哥加盟曼联 根据英族总规则 一名年轻球员18岁之前 在俱乐部注册满三年 就将拥有传说中的户口本 成为本队轻讯 这一新身份 将帮助汉尼巴更受俱乐部重视 在俱乐部重视